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唐香龙权威掌厨 7月1号很多新的 我觉得等于说一个小过年的意思 1月1号年初许个院 现在半年之后 回头检讨一下过去这半年 然后展望一下接下来这半年 7月1号有一个新的条例 今天我相信各大媒体都会有报道了 就是酒驾 因为酒驾虽然被大家非常痛恨 我们也一直鼓励大家千万不要酒驾 但是我刚刚看到报纸也才吓一跳 全台湾的每年酒驾案件 仍然超过10万件 10万件 虽然台湾说你说2000多万人很多 但你说扣除老人小孩 酒驾几率几乎近乎零 老人有些不一定 可是还是有10万件 还是有10万件 就算当中平均一个人犯了10件 那也一万多人 没有看报纸吗 没看新闻吗 还酒驾 所以我们立法院经验在3月已经三读 通过了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 无法条例的修正案 那有几个事情是今天开始要上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罚款 罚款全部都加重了 机车酒驾是维持现在一万五千到九万元的罚还 但但汽车的酒驾提高到三万到十二万 三万到十二万 这还是你第一次的酒驾被抓 如果你在五年内第二次酒驾 如果你开车的话 出最高九万 高十二万 而且还可以累进处罚 每一次按前置再加发九万 所以罚的是很重的 就钱来说 你看 十二万 你月薪四万的话 等于你三个月的薪水 千万不要再酒驾 而且不只是罚钱 还要吊销执照 这个吊扣执照的处罚 现在是一年 那根据新法 两年 那如果你车上还在未满十二岁的儿童 或者导致造势人 导致有人受伤了 你吊扣的时间会增加到两年或四年 如果有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话 你很可能吊销执照 再也不能考虑 而且车辆而没入 所以处罚是很重的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 因为真的是害人害己 不过这次新法当中 有一个做法是叫做 弃机车分流 机车维持不变 弃车法变重 这其实你看到 我们其实还是蛮人性的 其实还是会体谅到 还是有一些人 尽管我们三年五身 尽管发的这么重 还是会有人想要 就喝了一点酒 没关系 我骑个车很快就回到家了 我就骑一骑没关系 我想这个立法的过程中 应该还是会有人体谅到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个在逻辑上是不同的 逻辑上是不同的 酒驾不对就是不对 不管你是骑车 不管你是开车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 照理说是不应该说 你骑车 骑机车 我算你便宜一点了 你开车就重一点 不 酒驾不对就是不对 不管你是开的是什么车 否则你想想看 要我开车 你不可以说 因为机车反而速度比较慢 那么快 这个造势之后后果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不要反那么重 这话不通的 否则我也可以说 我如果开车的话 我被抓的时候 时速20公里以下 应该相对比较安全 我可没法我轻一点 跟20公里以上 60公里以上 80公里以上 罚款是不是要不一样 不行 不通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汽机车分流不通了 可是也就这样子规定了 anyway 酒驾不对就是不对 而且我看到新法当中 你好像如果连骑脚踏车 骑电动自行车 骑优败酒驾 也是要罚款的 当然上线比较便宜 说1200到2400 对还有拒册 拒决被酒册 那个我们之前看过有新闻 有些名人为了怕 等等等 所以干脆就不让你做酒册 然后我让你罚 那之前是9万 现在提高到18万 所以提醒大家 比较已成是吧 从今年7月1号开始 其实我觉得 这任何时候都应该开始的 只是借着这个新闻 再提醒大家一下 酒驾真的是很要不得 尤其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都是喝到半夜 那半夜其实都是很多 出来打扫的 阿上啦 清理马路的啦 等等 光线都很灰暗 很多真的就是这样子 往死了 这个周末全球最大的 也不叫最大 我先来看看 因为我们现在刚刚结束前半年 我看到的是美股的消息 美股上半年结束 来我们稍微算一下总账 因为整个6月份 看起来表现不错 所以今年总结算下来 Dow Jones 涨了14% 标准破500指数 涨了17% 今年上半年 我们其实今年都 一直大家都很紧张 已经不好了 你看又中美贸易大战 等等 所以感觉状况应该不会太好 但是不 今年总结算上半年下来 创下了1997年以来 最好的上半年 报错率 其中光是刚刚过去的Q2 第二季 就涨了3.8% 刚过去这半 这一季 美国的上市公司当中 有60%都是上涨的 其中尤其是高科技股 尤其高科技股 其中涨得最凶的 涨得最凶 给大家猜猜看 是哪一则股票 美股里面 好 提示科技股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anyway 去年 刚刚过去的第二季 涨幅最高的美股 是微软 涨幅是32% 另外像Disney 其实涨幅也蛮大的 所以这是今年 上半年美股的总结算 但我们知道 过去的绩效不代表 未来的报酬 所以其实过去没赚到 我想很多人是没赚到的 接下来会怎么样 坦白说没有人知道 你如果现在去看 所有的股票分析 大多告诉你说 没有确定的方向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川普 接下来会出什么的怪招 所以其实上半年 在礼拜五封关之前 大家都觉得 好了 今年这样算是 有个交代了 上半年上还不错 但是下半年呢 要看过去这个周末 川普做了什么事情 好 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在电视上看到了 川普去参加G20的高峰会 做了两件 跌破 也不算跌破 大家眼睛 但是确定是完全逆转 上半年他在做的事情 上面呢 他所展现的态度的行动 第一呢 川习会 川习会 或者习川会 第二个呢 是踏上了北韩 川金会 我们休息会 进下广告 再回来继续聊 刚刚过去周末这两个新闻 以及他跟我们接下来 下半年的整个经济气氛 可能带来的影响 因为新闻蛮多的 对我们讲一下 川普 这也是踏上北韩 我们知道两韩中间有个叫非军事区 那昨天川普呢 就跟金正恩跑到这个非军事区那里 一个人从一端走过来 另外从另一端面对面的走过去 然后跨过那个地上的那个算是什么门槛吗 没有门 总之跨过那个地砖 叫做矮的混击土块 然后一起在往北走了十几步左右 在那里给大家拍照 其实如果看现场转播的话 也知道 那是一个蛮混乱的场面 那是一个蛮混乱的场面 在场的记者也好 在场的维安也好 似乎都不太能够肯定 金正恩 川普 下一个动作 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所以呢 那个媒体跟这个维安之间乱成一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川普 这是一个他临时做的决定 本来只想说去D20的这个高峰会就好 结果他突然灵机一动说 想要去北韩 感觉好像临时想要去旅行一样 然后就促成了今天 昨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历史性的画面 但我想如果大家看看这两天的国际媒体评论 就会看到 其实大家对于这次所谓的历史性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要知道 这个南北韩之间 以及美国跟韩国之间 这个历史上的恩怨情仇非常的长 那我们都希望世界更加和平 我们希望北韩跟南韩之间消灭一切的旗舰 我们希望美国不再需要介入韩国的事件 所以如果如果美国跟北韩之间 可以有一个很和平的未来 对于美国对于北韩的核子武器 能够有效的控管 能够达成有效的协商 进而免除了尤其整个东亚地区的核武威胁 这当然是重要的进展 但通常我们知道 这种历史性的会面 它的拍照之外 其实中而它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就象征着这个和平即将到来 所以为什么过去美国就任 在任现任的总统 没有人到过那里 因为没有人能够跟北韩达成任何协议过 那川普现在成为史上第一个 近代以来美国这个现任总统 踏到北韩 踏到这个非军事区的现任美国总统 但其实他也没有达成任何协商 没达成任何协商 所以这个握手的意义 比较像是一个 见面表达友善 但他其实距离接下来 真正有效的说服北韩 进行有效的核武协商 进而让整个东亚地区 维持更长期的和平和稳定 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的 所以这个照片看看就好 当作双方友善 做一个好的开始可以 但是如果要扩大去解读他 恐怕还言之过早 这个状况其实有点像 不好意思 恕我直言 我觉得这个状况有点像 当时的马锡会 他说两岸大家就希望看到和平 看到两岸能够达成很多的和解 然后进而大家一起打拼 你凭你的经济我凭我的经济 你凭你的国际影响力 我也凭我的经济影响力 那双方消除了席建之后 能够改写过去这半个世纪的历史 所以这一场见面跟握手 就会格外有意义 但如果没有刚刚讲的前提 你去握手 然后就去拍照 没有说照是拍了 然后也的确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跟姿态 可是他毕竟并没有真正解决 本质上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的 我帮我看看纽约时报 BBC 华尔街日报 几个主要的评论 大概都把重点不放在 这两天拍的握手 满脸笑容的照片 而是放在接下来 川普有没有办法压着金正恩 在会谈的过程中 放弃他原本的核子武器的发展的计划 这个才是接下来的重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不只是川金会 其实还有川喜 因为就在川金会之前 我们其实看到了 因为台湾媒体也都讲了 都不特别讲 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有点嘎人而止 突然转向的这个味道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其实还是要看 川普会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过去这半年来 我们都可以看到 包括昨天的这个会议 现在有越来越多观察家都认为 川普比较不太像在治国 比较像在制作电视节目 比较像在电视节目 包括像昨天 他们就认为那是他一个 classic的stage management 很典型的他的舞台管理 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 美光灯的注意 怎么样去留下历史性的照片 怎么样让他在镜头前 表现出是一个领导人 有在为国家做事的样子 但镜头的背后 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他似乎不是那么在意 举个例子来说 翻来覆取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讲话今天讲 而且讲得非常果决 明天又可以完全换另外一套 今天搬起一脸来 明天又可以端出笑容 这个是伤人的样子 这比较不像是国家领导人 应该有的姿态 那你可以说 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老师搬起一脸 这样也太狠心了 对不对 其实是的 但不一样 你作为企业领导人 其实企业领导人真的做到事业够大 也不行这样 你在谈生意的时候 你可以姿态去灵活 但是当你要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必须让你的团队确定方向 你必须让你的团队觉得你可被信赖 你必须让你的伙伴 觉得你是一个值得往来说话算话的领导者 所以带领企业是怎样 带领国家更是如此 所以川普现在发生的这个状况 就是他会让他底下带着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今天如果是在他底下帮他做 不管是文书研究调查 还是帮他处理直接的事务的人 你会被他搞疯 会不会给他搞疯 你可以想象你有个老板 今天告诉你说 来我们去跟某某公司谈一个业务 明天转身说 不想我们想个办法去修理这家公司 你知道你要出动做一个计划 你要准备多少的事情 你要做多少的研究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突然川普决定 从此再也不跟习近平来任何的贸易战了 过去这几个月来 过去这两中五月初 他发那个推特说要延长那个以来 我不要讲太远了 过去这两个月来 做了多少的研判 做了多少的分析 做了多少的资料收集之后 去做的各种沙盘推演 因为觉得你这白做了 所以这是川普这样的领导人 现在给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头痛的难题 当然他有他破坏型的贡献 但这个破坏型的贡献有多大 他能不能弥补这个所造成的伤害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接下来的整个国际经济形势 还是得绕了这件事情走 不管你喜不喜欢 除非有一天川普在2020的选举 失败他下台 否则看起来大家还是得 跟着他的奇怪的步伐走 那接下来这半年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中美贸易之间 如果可以露出书官 当然是一个全球经济 一个大好的消息 再来第二个当然是要看利率 过去这几个月也因为中美贸易 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非常难以判断 所以联准会曾经一度说 也许会考虑来降息 川普也一直希望联准会降息 但除非贸易战延续 否则现在看起来 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就已经会降低 所以这是一个敲敲板 其实很难去研判 不过美股 今年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非常引起大家讨论 就是IPO 今年IPO其实蛮热闹的 我们在相同节目也谈过很多 不过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在霍尔街日报 我觉得很推荐这个文章 因为他把这家公司讲得蛮清楚的 因为这家公司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吧 可能也要准备在美国IPO了 这家公司在台湾也很受欢迎 很多人在有 就叫做抖音 抖音 英文叫TikTok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我手机 我才突然发现 原来我手机上也有TikTok 这个apps 不知道是谁帮我下载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 TikTok这家公司 如果你想了解它 你不只是使用它的话 推荐你看华杰日报这篇文章 因为这家公司 现在真的很厉害 目前所推估最新的市值 已经来到750亿美金 市值750亿美金 我们叫独角兽 独角十亿就是独角兽了 它不是100亿 它是750亿 为什么它估值可以这么高 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瞩目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全中国中国所有的网络公司当中 唯一突破中国的边界 成功进军西方世界的 成功进军西方世界 你看之前阿里巴巴 虽然在美国挂牌 但是它其实主要生意 都还是在中国 还是在亚洲 微信 在美国基本上 没有多少人在用微信的 还是有 但不是那么多 所以主要的范围 都还是在中国以及亚洲 但是TikTok TikTok 算是主要的 中国网络企业当中 成功进军西方的 TikTok在2012年创立 它原本叫头条 今日头条 最近现在改名字了 叫做字节跳动 英文叫做Byte Dance Byte 就是GigaByte 那个Byte PYT 跳舞 Dance Byte Dance 这是它的TikTok公司的名字 中文译神字节跳动 2012年创立 2017年进军美国 现在非常有斩获 现在它全球的下载次数 是全球第三高的 仅次于WhatsApp跟Messenger 光是在美国 光是在美国就一亿次的下载 一亿次的下载 全球总共十二亿次 十二亿次 所以光是这个数据也知道说 它这个使用者是来真的 是来真的 而且它跟现在上市的IPO的Uber 几家不太一样 或者特斯拉 这些都还没有在赚钱 抖音 去年全球营收 抖音加上TikTok 抖音是中国 TikTok是中国以外 总营收加起来超过十亿美金 所以是一个很受瞩目的 这个话题 不过Uber也很说话 也很受讨厌 我们刚刚讲的特斯拉 可是还是有它经营上的挑战 所以现在接下来要看是TikTok 抖音 它到底是我们 现在这个网络发展热潮当中的 一股现象而已 还是它未来会慢慢成为大家生活中必要的娱乐 没有说现在真的很多人在用 我身边真的都在用 平均看这边美国的数字是一天 用八次 总共四十五分钟 在浏览TikTok上面这些 抖音 我好像没有先讲一下抖音 可能还是有没有听过抖音 它其实就是一种很短的video 大概十几秒的video 然后你可以上传各种的无厘头 完全没有营养 或者好了也有营养的 也有有趣的展现才华一面的影片 其实短短十几秒大家都看到有趣 然后就跳到下一则了 其实就是这种短片 其实我周围很多 有些人是蛮喜欢看的了 不过就把它当娱乐 所以这个其实也变成 很多人先为什么不看电视的原因 因为电视 不见得有那么有趣 我网络上滑着十几秒钟 有些好玩 有些不好玩 但总体而言觉得蛮好玩的 就够了 不过这样的媒体使用状况 当然还是有它的争议了 比方说第一个 其实我们才看到 上面有小孩子 未成年的 都说很奇怪的动作 薄军一笑 但这些很多不奇怪的动作 到底是一个 会不会有不良示范呢 会不会对这个上传影片的小孩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也不应该被鼓励 这是一个在美国会应急讨论的话题 如果TikTok要进军西方的话 这件事情他势必的面对 再来就是个资 其实TikTok在今年2月 就几个月前 已经跟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 达成和解 因为它涉及违法收集 13岁以下孩子的个资 所以和解之后 他赔了570万美金 虽然是暂时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但是它所引起的疑虑并没有消失 接下来在欧洲 在哪里 其实都会一样 你要收集个资 我已经很反感了 你现在收集了 居然是小孩子的个资 又会更加引起大家的反弹 当然了 TikTok 抖音也设法在改善 例如还有内部的检查人员等等 但如果检查之后 会不会有 别的副作用 其实就很难说了 总之 这是今年 看起来下一档会引起我注意的公司 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如果看FB 看Snapchat 其实会发现 他真的大量 YouTube 大量在做各种的职责广告 鼓励你去看他 所以这是他会在美国引起 注意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就先回来进行广告 再来聊别的新闻 来 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这是在联合报的 A11版财经要文下面 他说呢 银行的分行破天荒 今年五月份 没有半家银行 要申请设分行 那我们其实要设分行 是不容易的事情 尽管会每年公布一个时间 然后来审查 像今年一月 公布的是去年11月申请的 结果在上一次 有两家银行 或准设三家分行 那另外有一次呢 就是今年五月开放要申请 开放申请 到现在 今年七月一号 六月底结束了 发现 没有 没有银行要申请设分行 没有银行要申请设分行 这是不是代表着 未来这个世界 银行分行会越来越少呢 OK 我们其实从过去的统计看来 好像是朝这个趋势去 没错 根据新管会的数字 去年 去年台湾的本国银行 分行的加速 持续了衰退 持续了衰退 现在到今年四月底为止 已经只剩下3398家 这是2012年 2012年 1235 717年来的最低的记录 其实很多年 最近如果大家有去听 大概都是听到这样的消息了 去年扎打和元大 采了6家分行 接下来花旗采了5家 另外下台中商银 永丰 新展 奥胜 各采设了1家 这7家银行 总共采设了21家分行 那其实有增有减 刚讲是减的 那真的是 中信跟王道 都增设了2家 玉山 凯基 百姓 也各增加了1家 总共5家 合计增加 但只有7家 所以少了21家 增加7家 所以总共去年少了14家 但你会说 这在3000多家 少了14家 不是很大的趋势吧 对 但是这个趋势就有趣了 我觉得要看的是 接下来到底银行分行 所提供的服务 是否可以被取代 未来的银行 会朝得更数位化 更无人的状态去发展 还是 它其实少到一定的程度 还是会维持在那里 我先给大家看几个 国外银行的例子 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 几家银行有在增设分行 因为有些点是因为 刚进去新的市场 其实国外也是 美国银行 BOA 它最近才在Denver 然后才在Indiana Police的 开了分行 JP Morgan也在2018年 进入了20个新的市场 开了400家分行 所以其实不止 美国很多的银行 没有错 通透来说 也是跟台湾的中央一样 很多分行 越来越没人去了 然后就干脆收掉 因为划不来 但是这些银行 都还是在抢新的市场 还是在开发新的客户 所以还是有 有新的分行在开 再加上更重要的新闻是 我记得我之前也在讲过 高盛 高盛 高盛过去我们知道 到头只服顶级的客户 像唐强龙他们这种的 他们有那种好几亿 可以管理 我们一般人高盛是看不上眼的 可是 140新年来 只看上 不看一下的高盛 现在也开始投入 retail的banking了 他开了一家叫Marcus M-A-R-C-U-S 很快的时间 他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吸引了300多亿的存款 所以retail banking 你我这些小的banking 其实对银行业来说 还是兵将必胜之地 你说没有错 现在数位银行 数位金融当红 大家可能都把四元转到那里去了 但这个趋势是否就等于 未来的分行会消失 现在恐怕颜值过早 这状况有点像是 你看我们看Amazon Amazon 你不是网络商店做得这么成功吗 怎么回去开实体商店 阿里巴巴 马云 你不是说网络商店做得这么成功吗 怎么回去开实体商店 因为他们发现实体商店 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有它存在的价值 以金融的状况来说好了 没有错 其实现在数位金融 可以更专精 可以更分工 市场也会更分散 那也可以更方便的服务到它的消费者 但是呢 但是实际上第一个 现在很多数位金融 其实只能存在于虚拟世界 其实它对一般人的生活的影响力 是相对不够的 品牌知名度也是不够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扩大 你在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接近性 恐怕有个实体的存在 是有必要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这些大银行 在数位化的同时 其实也非常重视实体 没有错 有一些真的活不下去的分行 会被他们裁掉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一口气 就把大部分的分行都关了 说不要了 我现在已经有数位这么方便 这么省钱 不用养一堆的人在分行 所以我干嘛当这个冤大头 我们在数位在网络上见 在网络上服务大家就好了 所以我把分行都裁掉 都裁光了 裁大半了 不会的 相反的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 尤其大型的银行 还是会保留很大部分的 分行的存在 在你我的邻里之间 在主要的大城市之内 在重要的金融圈 兵家必争之地 它一定会有一个实体的门户 存在立在那里 你可以说它是为了打广告 你可以说 它是为了服务 需要到门市的人 但其实很重要一点是 它真的必须透过一个实体的存在 让大家相信它的存在 我们知道很多店其实也都是假功课 但不会 对很多金融业来说 因为你要知道大部分人是把钱 托付给他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很清楚 要好好的去让大家对他有信心 对他有更了解 跟更熟悉 才会愿意把更多的钱 更多的金融往来服务 交给他 所以其实银行 Fintech很热 没错 但是如果现在在营业服务 不过香楼还是继续再玩 拜拜咯 谢谢大家 请你赞 继续strings 还多的话 都没有 彼此 爹 再一次 只点个声 感谢观看